大家好,我是劉宇佩奈 今天剛好講康熙跟前面剛剛以前可能有點關鍵 就是說其實我們需要關注自己生活周遭的環境 到底住在什麼地方 那今天我想要從這個環文會這個部分來談 跟都市更新有什麼關係 那現在大家在談都市更新可能大家會想說 如果你家沒有被劃進那個更新案件的話 就跟你沒有關係 但事實上正是因為這樣子 大家對都市更新的議題也許沒有那麼了解 或是沒有那麼深入的去想要搞清楚是幹嘛 但事實上有很多東西 跟環委會這個部分就可以接軌了 所以今天就是從這個觀點來拉開 那這個因為時間後的Toucher 這是一個日本的更新案件 首先想要請問大家自己的問題 你住的地方有環委會嗎 你知道環委會有哪些人 環委會要幹什麼嗎 然後管理環委會的法規是哪些 最後是他跟做事關係有什麼關係 希望大家可以在等下的發表當中去 都去想想這些事情 那在日本的話 因為日本的出宅形態跟台灣不太一樣 就是他們還有這種透天錯跟常磨 佔了大部分 在台灣大多數的這種所謂的集合住宅 公寓大樓 在日本其實大概只有到四成多而已 那我們今天要談就是專門是指這種 就是有複數的所有權人所居住的集合住宅 那在日本的話他們是一定會有管理委會 其實台灣也是一定會有管理委會 只是呢 在法律的規定上面 概念上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說 台灣的話是所有權人召開之後 成立管委會這個組織 來營運管理你的大樓 但在日本的話是先有管委會 就是說所有權人 必然都是在國安委會的成員之後 他們帶來依法來召開相關的所有權人會議 或是制定那個住戶規約等等的 那這些就是都是一些廢話 那主要成員就是包括 他們組織的分 那個責任的那個分工是很明確的 誰來當理事 然後誰來當監事 然後誰來負責一些專門的 譬如說財務管理 或者是一些施工方面的管理 或者是其他相關的一些專門的這個管理 然後呢 官惠存在的問題是什麼 這跟 這個在日本都有明確的規定 就是說 你需要定期檢查維修 然後你要解決 集居生活 帶來的一些 擾靈問題 或是噪音問題 或是寵物的這種問題 那它是為了要確保 你的公寓住在大樓 能夠維持一個固定的這個資產 就是說 比如說市場價值 為了這樣子的工作而存在一個團體 那具體的工作包括什麼 你要建立一個 長期的那個 維修修善計畫 然後它定期要徵收 管理費跟修善金 那還有包括 法定的這個地點 跟大規模的檢修 設備更新等等發報工程 都是管理費要自己要處理的 那這法定檢查 包括拉里拉到一大堆 設備檢查 消防檢查 然後電器檢查 水灶檢查之類的 這些東西 他們都是定期會做的 那請問一下 我們台灣的公寓會 有做到這麼詳細的工作嗎 再來 這個是我在日本住的房子 然後 右邊是我在台北住的家 其實他們的屋領差不多 但是你從外觀上很明顯看得出來 左邊這個房子 根本就不像是 跟我們年紀差不多的房子 但是這個很明顯就是 已經需要去做一些那個什麼 小真美容的 或者是 那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效果 因為 他們的管理費 當然物資本物價比我們貴兩倍 但是你時需算的話 他們管理費比我們貴很多 再來就是這個關鍵 就是下面這個修善基金 這個錢呢 就是固定 譬如說每五年十年 以外想需要清潔清洗 然後或者是大規模去做翻修 在台灣的話 這個錢是沒有的 你要做的話 就是另外要遵守 那另外呢 在法令的部分 在日本的話 有一個區分所有權人法 它就是 完全是管這個公寓大樓 公寓大樓的法令 那包括 其他還有很多輔助的法令 來 讓 王委會 或者是 所有權人們 能夠順利的去管理他們的 住宅大樓 這個所有的規定 都在區分所有權人法裡面 都詳細的講 那台灣的話呢 包括日常的這個例行檢查維護 或是保存 就是請一個老伯伯在那邊顧 這樣子 或者是說 不能養蟲物 這種規定 在公寓大樓管理條例裡頭 有規定 可是呢 如果 如果 落到這個大規模整修 譬如說 你們外廠要拉平 或是你們要換電梯 這樣子 比較大型的 花很多錢的這種 這種 項目的話 在公寓大樓管理條例裡頭 並沒有規定的很詳細 它就是 非常一個籠籠的概念 如果你要談這個東西的話 就會跑到都市更新條例裡頭 所以 基本上 你如果要 要管 就是等於說 有兩個東西 在管同樣的一件事情 可是如果不知道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 很順利的去執行這些工作 那 剛剛講到都市更新 其實 大家的概念 會是一個 重建的概念 但事實上 我們都市更新條例裡頭 規定的 有三個概念 一個是 一個是 維護 一個是整建 另外才是重建 事實上 維護跟整建 是跟我們 生活齊齊相關的東西 因為 就是你家的東西 譬如說 你家的外觀的美化 或者說 一些圍張建築拆除 或是 立面門窗的這種 這種清潔 這些東西 都是屬於 維護跟整建的範疇裡頭 那麼 包括這個外長大樓 或是定家裡頭 如果你真的很老舊 你需要做這些動作的話 都在維護跟整建的 範疇裡頭 那 事實上呢 都市更新條例 都市更新的概念裡頭 這些事情 你如果要做 廣文會的人 住戶們 大家都同意了 你是可以向政府去申請 付金費補助 來做這個事情嗎 可是很多人其實都不知道 或者說 很多人知道 但是沒辦法整合意見 另外 執行這個事情的實施者 就是廣文會 那這些事情呢 在日本 他們其實根本就不需要 不需要 他們已經在日常的那個 維護管理工作當中 就已經包含 他們不用向政府補助 政府也不會補助 他們就自己 他們就已經就是 例行的就已經完成這些工作了 那我們再來談那個 重建型的路根 這邊跳過去好了 重建型的路根的話 就是說 他們那個實施者 這個 重建事業的實施者 必然都是管委會 可是在台灣的話 情況就很奇怪 有一種是 所有人自行組成 更新團體 這就是管委會的概念 可是 更多的狀況是 建商 他是都根的實施者 也就是說建商 他可能 他是其中的一戶 然後他就把 那個 更新計劃 把這區一個劃起來 就是所謂的圈利 然後他就把計劃都交不去了 其他租會也不知道有這件事情 等到這事發生之後 才開始談 或者是政府主辦 也就是說 在日本的狀況就是 如果你要發起重建型的更新的話 你必然是由 我已經初覺了是吧 必然是由那個管委會發起的 但是在台灣的話 發起人到底是誰 就很曖昧很模糊 然後 而且在台灣的話 你有很多什麼 容力獎勵 尊軍減免 各種優惠措施 這些措施 在日本都是沒有的 好 這個就跳過去 也就是說呢 而且在流程上面 就是他們階段性的 所有的決議都是 廣委會必須要一步一步同意 才可以進行到下一個階段 但是台灣的狀況就是 有可能先跳過去 然後大家不同意之後 又退回來 然後反反覆覆這樣子 導致整個流程非常不順暢 甚至到很後面的階段 才把所有的原案被打翻了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這個就是廣委會他並沒有執行好一個 扮演好一個整合的角色 或者是溝通其他角色 所以 這個跳過去 這個一個例子就是說 差不多50年前蓋著在日本的一個 非常老舊的一個社區 然後他們想要重建更新 然後這個範圍非常非常的大 那他們透過剛剛那樣子 官委會的運作 包括整個流程 階段性的來實施 其實花了二十幾年的時間 才把這個案子全部都弄完 但是這個案子就是今年開始賣 它非常的就是 是一個指標型的 而且大家很看好的一個 比較少見的成功能力 那意思就是說 這樣子的事情 其實居住的人自己 你要切身去關心說 你住的地方到底是 你想要之後 要變成什麼樣子 如果說 也許我沒有時間講那麼多 那總之意思就是說 也許大家可以透過 這樣子的概念分享 回去關心一下 你住的大樓裡頭 你的廣委會 或者你主委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再來思考 你的房子 想要修善 還是要想要外牆拉皮 要整建 還是想要重建 而不是說 人家丟給你的東西 然後你就 就像剛剛講的 那個是很獨裁的 人家丟給你要或不要 我們應該是要從自發性的去關心 自發性的去關心 我們的居住品質 交往盡量 謝謝大家